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教室 今天我们继续研究发扬论 下面请看棋盘 发扬论的题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来看这个题 现在是轮黑棋走 现在再看黑棋能不能做火 看看局部是什么结果 我先来给出来正确的答案 第一步挡 先确保这个眼味 下部有跳 下部有跳 扩张这边 所以先挡 当白棋挡住的时候 这时候看着这个形状 局部眼味是不够的 这类棋本身肯定不活 比如利 这边它一般这是个刀把武 利这边也不行 也是个刀把武 所以局部是不活的 就要利用它外边的办法 外边常见的 比如冲一冲 没用 冲它打 提它打 这些都没用 这样你挤这边 它接 你打吃 它可以打这个 提了它挡住 这样也出不去 你再冲没用 冲它挡住 所以往外走 你打它接 打长 没用 你接它接 所以正结 这个总是要挡的 那白棋挡这个的时候 这类棋呢 只要是这儿有一班 线手班 这儿有一班 都是可以做活的 所以黑棋要利用这两个班来做活 所以这棋单挖 单挖是好手 单挖一个 白棋打吃 不能打这个 这棋要挤 你打这个不行 你打这个 它接住 你现在提了 它挡住 出不去 所以不能打这个 这叫挤 打吃 长 长是关键 如果吃这个 利 利是先手 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它提了 提这个是没用的 所以下不利 那这棋就活了 因为白棋没法吃了 白棋如果搬 挡点 黑棋呢接 现在白棋这个 逃不掉了 打是先手 就能把那俩吃了 所以一吃 这个不能接了 是白棋打这边 当然白棋打这边的话 那打先手一粒 也活了 两边都不能打 就接住 白棋就只有接 接住黑棋肚 这儿有个打车 那白棋必须补助 白棋补助呢 黑棋就达到了 这儿有个斑的目的了 它只要这儿一斑 就可以做活了 弯 弯对地方 要弯在那有一斑的一边 这样白棋铺破眼的时候 黑棋不能提 黑棋接 白棋要吃黑棋就只有点 黑棋挡住 这个棋就吃不掉 接不上 所以铺它接就活了 那不铺 点这个 黑棋呢 接扩大眼味 那白棋要吃黑棋 就只有点 这是双活 这样黑棋也活了 这是这道体的一个正结 怎么样来做活 注意不要弯错了 弯这边不行 我弯这边它斑 现在死了 因为你现在在接的时候 它就有点 你接这个 它接这个 你吃这个 铺这个白棋 这起就死了 所以在边上 三路边的板六的时候呢 注意弯对地方 哪边有斑 弯哪边 就是这道题的正结 我们下边呢 来摆一下它的变化 先来看黑棋挡 那白棋肯定要挡这个 挖 这儿呢 有个挤 黑棋如果团 避免它这个挤 那就只有团 打吃呢 是没用的 因为你打吃 它仍然 这个挤还在 你打它力 这是一样的 你接的话 它度过 这个打还是存在的 当然这个打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打呢 你有力 力是先手 这儿要跑 这儿要走 就活了 所以它还是打这个 打这个你尝就可以了 所以挖的时候 它要想避免那个手段 它就只有团 但是在团的话 黑棋呢 就有斑 我们最不妄处斑 白棋呢 不能打 白棋打 这黑棋呢 就打出来了 这样跑了 提先手 这个也封不住 这样就出来了 出来就认为是活了 不能打这个 夹 要想吃 必须挡住 但是挡住它又打 不能长 长的话一打 提 不能扑了 扑它跑出来了 所以加一接 黑棋呢 就逃出来了 你挡它打 只有退了 退它提掉 提掉之后呢 拐不行 它又团 这儿就活了 你挡住它 一团就活了 你只有尖 尖的话呢 它也团 你只有挤着吃它 挡不住了 一打一打一冲 又出去了 所以走成这样呢 是吃不掉了 你飞 那它也有团 团是先手 冲 团 你掐 它又打出来了 当然了 这样它也活 它掐这边也活了 你掐这个 它又大吃 它又点 这又冲 团这个一接不够气 所以白旗走这个黑旗挤 所以白旗走这个黑旗挤 也活了 立不下去 一接死了 提了一打 一接一虎 也活了 所以挖的时候 它只有打 要不然一般的就跑出去了 这样挤就没有变化了 它只有打这个长 它接就渡 那不接也没有地方走 所以看着这个挤 这块就活了 接渡 这是正解图的一个变化 然后弯 哪边有斑 弯哪边 其他的 办法活不了 因为本身是活不了的 立它有斑 立这边它一斑 也是不活的 斑这个不行 斑它打 这样就不行了 因为你接的话它斑 主要是注意不要挤 你把这个一挤掉 就不行了 你挤了这个之后再打 它就有恰吃 提了它挡住 虽然有冲 虽然有打 有打 有断 但是它现在不吃这个 它吃这个 现在长 它爬 只有长 它继续爬 这边呢 没用 冲不出来 因为你冲这个 它能打这个 接它能吃掉 所以这边是冲不出来的 你再退 它爬也活了 跳也活了 因为它打先手 爬也可以 跳也可以 比如说跳 冲是先手 没用 冲它挡不住 这才跑了 分不住 这边呢 没用 搬它挡住 这只眼是确保的 压它退 跳它爬 退 搬不住了 搬它有冲 退 就爬 挡不住 挡住它有冲 冲不能挡了 因为你如果挡 断是先手 那就算你加掉这个 它也有断 不能吃 一吃它一跑死了 你吃了这个 一吃也死了 而且这边也有吃 这一吃一吃 那个子也吃了 所以这起来 分不住 拐这个是先手 没用 它就拐 就跳 挡不住 跳 跳的话 它又长 你如果刷 样子那比刚才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爬 还是没办法 断也行 夹也行 可以接 也可以爬 你就扑掉 退 再爬 再扑 这个样子倒是有个打结 所以说白棋呢 这树还得立 刚才是个打结 你黑棋呢 能铺着这下 白棋不能接 接了一斑 这个冲就没了 它只有提了 提了再长 你爬的时候 黑棋有扑 提了 它有斑 冲不断 因为你冲断 黑棋有扑 这样是个打结 打结呢 黑棋 所以还可以把这个 活这个没问题 但是白棋有力 黑棋现在这个扑没用 扑它挡住 现在只有点 那它再挡 爬 现在这个扑不着了 你只有长 它继续爬 还是只有扑 接 把这个接掉 细长 你在扑的时候 它再冲 除了挡也没齐下 这背意长不行 这下黑棋不行 气太长了 一二三四五 里面有武器 拐打长 爬一拐打 接不住 所以呢 从那边呢 总是没办法的 这是摆的 双 如果病 它又打 打 拍或者单压 都可以 尝试先手 但是它有靠 你扑了就没用 这就冲不出来了 因为它想着从这儿冲 白棋呢 这棋不要撞紧气 撞紧气呢 黑棋肠就是先手了 现在或者说黑棋肠呢 它就不能靠了 现在黑棋肠呢 白棋可以靠这个 这个还是不能扑 扑 一边被一扑 这个就死了 这串 不能扑 也不能松气 松气被扑死了 这样的只有夹 夹的话 有长 有扑 扑 这个不够气 接也可以 爬也可以 扳也可以 比如说 接 比如说爬吧 它挡住的话 一打一接 也不行 接住的话 它也接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么黑棋不够气 气太长了 上头也比较危险 那边也不够气 这样黑棋不行 气差的比较多 所以并不行 它有压 这个断点在 并不行 还有一步有尖 但尖的话 它有跳 冲它打 只有家 要想吃它 但家的话 它有个挤 这三个呢 逃不掉 你接它吃 你打它跑 当然它 直接打也行 接它打 接它跑 这样就都跑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 虽然拐是先手 黑棋是不行的 注意这些不要拖 拖给它搬 那有点麻烦 接它去 这样白棋死了 所以一定要担长 那它尖的时候 你是跳 那它病的时候 你照有个冲 打完了压 这样黑棋不行 所以这个断呢 是没有的 外边的这个断 这样黑棋死了 再来看 单恰 打 长 也是 不能打这个 也是不能打这个 你这边打活了 那么打这个 也不能接 现在接 度 然后呢 就是看 这个挖怎么样 那白棋呢 可以一扳 把它吃了 好吧 并到这 并到这 稍微好一点点 扳 这边呢 挡是先手 挡的话 它扑 所以还不能挡 因为你一挡一扑呢 死的就 这三个呢 就利用不了了 这时候你再扳 看 还是只有挡 再打 对 提了 就看这边 它有个并 里面拐 飞 它都有冲完了团 一挤 它打完了 往外跑 它相当于呢 并这个是先手 但是你不能挤 挤它跑了 但是它并是先手 它并是先手 你就得并到这 你现在团 它挤 你断这个 它打 接住 跳不出来 你跳这边 它有冲 这样出不去 这样要死 这样要死 所以次序呢 是有关系的 这只有提 提了它有病 出不去 出不去 因为你团这个 它恰这个 现在呢 接这个是后手 因为呢 里面是个刀把我 接这个是后手 接这个是后手呢 那持这个呢 就比较困难 这样看不出来 活气 团它又恰 所以和外边呢 次序和外边有关 单挖 它如果 也走这个 由于这儿的变化呢 都保留着 那它就搬 现在如果还这样下 你接 打吃 提了 它就不能定这个了 因为它定这个的话 你团这个是先手 那你无论是打这个 还是打这个 它都不能接了 这去就活了 所以不要先走那边 还是要先走这个挖 至于呢 先走这个挤 顶不顶 先走一下再挖 是不是就不行了 这看一下子 都没有特别看清楚 先走一下再挖 应该也来得及 应该也来得及 不要长了 长了就来不及了 长了给它一接 就来不及了 总的说来呢 就是要小心呢 你再长它一接 你就是要小心的 被它并在这儿 被它并在这儿 就起要死 所以那边呢 不要走 正确的持续呢 就是要先把这个挖掉 才可以 把这个保留 因为局部的 这一带是没变化的 这一带是有变化 所以先在中央 看不清的地方走 这个我给它 大家摆了 你团这个不行 团这个它还是有搬 到时候利用这个团有点 这个变化 已经给大家摆过了 所以挡完一挖 这个是正确的持续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如果单跳 那这只眼是有的 但是呢 现在单跳这个呢 它呢 冲 可以跳 现在呢 这一带的眼没有了 打是先手 你尖它挡 这只眼有 但是你尖的话呢 它有挡 你还行 你有冲 它有顶 但是它能长 你这边挡 你这边挡是先手 它有虎 这边呢 做不出眼来 这边 这边做不出眼 因为你打 还有打 还有打 这个 提了它挡住 出不去 这个局出不去 如果白棋感到有危险呢 还可以走到这儿 都可以 现在黑棋 跑不掉 比这个没用 比它有打赤 没用 打它接入 那边没关系 虽然看上去 白棋样子 有点薄 可是这个形状 由于这儿有一个子 这儿有一个子呢 你从这一带 是冲不出来的 所以你走这个 给它冲完一跳 这起要死了 可以打这个 打它能接入 你再扳 它打 这个局部是死皮 它点力都可以 这个局部不活 这个也行 或者说呢 这个好一点 因为白棋力呢 还是先手 接下来又打 那黑棋现在呢 这个样子呢 是做不活的 因为呢 这个团先手 没用 那边冲它 能度过 那边是吃不掉的 你顶它长 你团它长 所以那边没用 所以这棋呢 所以这棋呢 是不能走那边 所以这棋呢 擋这边 白棋如果从这边动手 比如说扳 我从这边动手不行 因为你搬它挡 因为你搬它挡 你在挡的时候呢 它就能作业 局部已经活了 所以它总是不能搬的 而直接呢 是点不进去的 总是要挡 直接点不进去 因为这些点进去呢 它反而是活的 你搬了挡也不行 挡它一做 局部就活了 局部是活的 所以黑棋挡这个呢 白棋也是只有挡 白棋只有挡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是六个 这儿缺头的时候 那无论哪边 有个先手扳就活了 如果这个是先手扳 也活了 当这边比较强的时候 那比如说是这个样子 这边如果什么借用都没有 它挡到 这类样子也是活的 纵然这个没有 它也是活的 因为它现在呢 就可以走这个 这样你搬了 它就可以接这个 你点挡接 它有一段 你打着它扑 你体力一打 还是个接不归 一段就活了 现在白棋点 一段 它一打一扑 这还是个接不归 那就是这类形状的 常见的一个 实战中遇到这类情况 就是要观察 挡下去之后 看看能不能利用哪边 有个先手扳 那这个棋呢 次序要走好 一定要先挖 不要先在底下走 底下走完 这个挖呢 就可能不起作用 看不清的时候 先把 必须要走的走了 通过这个挖 再下出这个挤 这棋就活了 这也是 《发言论》里边的 一道题 这个题也是比较经典的 好 今天这一讲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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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